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偏僻的山村突发命案 现场勘察天经里的绳子成为物证 外围排查关系人的信息错综复杂 波云见智DNA检测确定侦察方向 寻现追踪犯罪嫌疑人落入罚网 绳子上证据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这里是贵州省尊义市凤冈县 凤冈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 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 东屋严寒夏屋酷暑 平均海拔720米 凤冈县居居着汉族,土家族,哥老族,苗族等民族 时代传承的生活习惯 使居住在大山里的人们性格耿直,民风淳朴 2014年12月7日,一起命案的发生,打破了山区里的宁静 12月7日这天,尊义市凤冈县某村村民易某 因为已经两天没有看到住在自家隔壁的弟弟和弟媳 满怀疑虑地前往弟弟家查看情况 如果是往常,弟弟和弟媳听到易某的喊叫声 早就有了回忆 他人在门的没有 我吃过饭了,上跑去干活 我这个时候就问我 今天看到小鸣们进去没有 我说我没看到 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今天看到没有 他说他们也没看 那你打他电话是 看到吗,我打我兄弟电话 打了是关机状态 他人在门的没有 此时,虽然叶某大声呼喊很多遍 然而,屋内却依然没有遇见 最近,大哥叶某试着推开房门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弟弟家的房门居然没有上锁 然后我跑去他窝图去看 我就跑去他窝图来 就喊了,他人家窝图没有 他人家窝图没有 然后开了门,是十一开的 叶某从虚眼的厨房门进入到弟弟的屋内 静止来到卧室门前 发现卧室的门也是 我就推开到卧室门,推不动 推不动,卧室门一直都有着风 叶某试着从门缝中向卧室探望 而眼前的一幕令他胆战心惊 就看他窝图,他人家窝图就不承认了 就一直用说变形了 当时我就黑慌了 那个一看就是说我兄弟在这种地固执 固执执的状态 被异动不动了 卧室省尊义市凤冈县公安区 在接到一幕的报警后 立即驱车赶报案发现场 当时是12月7号下午5点钟左右 我对他电话 说是在丰岗发生一起命案 一对夫妻被杀死在家里面 警方赶到现场后迅速进行勘场 发现卧室内的夫妻二人已经死亡 除此之外 死者的床上还有大面积被焚烧的痕迹 在随后的进一步勘验中 侦察员找到了这夫妻二人死亡的原因 男死者侧窝于中央现场门前 女死者仰窝于中央现场床上 男死者致命伤主要在头面部 死亡原因为中毒开放性中脑损伤 女死者死亡原因为中毒开放性中脑损伤 两个人死在那个房间里面 有焚烧的味道 很难闻 侦察员发现 两名死者的面部均有多处砍伤 并且在屋内墙壁上 地上散布着大量血迹 根据死者状态和血迹分布情况 侦察员判断 死者生前曾与凶手有过激烈的搏斗 根据男死者跟女死者 头面部窗口的形态 推断作案工具应该为 具有棱角且带有棱边 切意挥动的金属的凶行 农村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斧头 可以形容上尊障 案发现场让所有侦察员赶到 犯罪嫌疑人心狠手辣 凶手因为什么会杀害这对中年夫妻呢 侦察员一边对现场进行勘查 一边对遇害夫妻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原来死者夫妇丈夫姓叶 妻子姓杨 年龄四十岁 予有一双儿女 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 均离开偏僻的山区到尊义室内打工 去调查 丈夫叶某常年在外做饭牛生意 妻子杨某在家务农 我们当地说做牛生意就是把这个 临心的牛买到家中来 然后成批的卖出去 中间赚这个差价 死者叶某常年游走于尊义室凤刚县的大山深处 挨家挨户做饭牛的生意 山区的人们进行的都是现金交易 所以死者叶某身上常年装有大量现金 少则一两万 多则三四万 然而在案发现场 侦察员却没有找到任何现金 根据分析 这死者平时都是做牛生意的 身上平时都有钱 勘察发现 死者身上也没有钱 被焚烧的床 也没有发现钱的痕迹 紧接着 侦察员在勘察其他房间时 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我们当时对周庚的检查 也进行了初步的勘察 发现 这个在死者将上楼上 有一个通风口 就是二楼那个厨房上面 有一条鲤绒从那个地方掉下来 绳子垂下的地方是当地村民在厨房上方建造的偏颈 起到生火做饭排烟的作用 但是这条绳子为什么会从偏颈垂下来呢 当初我们就判断通过这条绳子 因为那个绳子距地高 我们通过测量 是距地有两米两米多高 而且绳子断头 断头是有那个左哨的痕迹 侦察员根据绳子的形状判断 绳子很像是被人为截断的 很快 现场勘察人员就验证了自己的判断 然后在厨房那个灶台 灶台里面那个烧火的那个地方 发现一个白色的绳子 经过比对 现场勘察人员认定 天井里悬挂的绳子和灶台内的绳子是同一根 可根据当地的习惯 天井里是不会悬挂绳子的 那么这根绳子是否与这起命案有关 侦察员又将在现场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偏僻的山村突发命案 警方勘察 天井里一条垂下来的绳子也成为重要故障 外围调查 可疑对象被排除 警方办案遇到困难 该如何调整侦察方向 绳子上的证据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12月7日 贵州省遵义市凤刚县某村的村民叶某报案查 自己的弟弟和弟媳被人谋害在家中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即赶赴案发现场 展开缜密勘察 在勘察过程中 发现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 室内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 在后续勘察中 死者厨房的天井处旋垂下来的一根被截断的尼龙绳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并随后在厨房灶堂里发现绳子的另一截 根据这一反常迹象 警方对这起入室杀人案有了新的解读 我们为啥对这个笋子比较感兴趣呢 因为它这个笋子绑的位置 它非常特别 它是绑在这个房顶上的那个小屋的那个屋梁上的 悬空掉下到那个灶台那个位置 就是它那个炒菜 平时是做饭那个灶台的位置 正好这个位置这个绳子屋高度呢 又正好是刚好一个人的灶台的高度 一个人在一米七左右这个高度 然后我们当时分析 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不是从那个天窗进入的这个房间 侦察员顺着尼龙绳开始对厨房偏颈外部进行勘查 很快房顶上的一些足迹印证了侦察员的推断 我们在房顶的那个小屋里面发现了很多踩踏的痕迹 我们就应该分析 这个人就应该是从房顶的那个杂物间 那个小屋里面 顺着那个绳子掉下来的 眼前的绳子和脚印让侦察员眼前一亮 立即将尼龙绳送往尊义室公安局进行检验 与此同时 专案组派出一座侦察员 对尊义室内的大小五金店进行走访 寻找同材质绳子的来源和生产地 试图从中发现线索 因为这个绳子是这个行人 朝这个楼顶上 就是这个才楼上滑下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可能在绳子上能够提取到相关的罗证 由于死者所在的村庄 距离尊义室放钢县城大约有四十公里 山路崎岖 位置十分偏僻 在大山深处 这个村子只有五户人家 平时很少有外人进入 根据这一情况 警方对案件有了明确的推断 我们对这个犯罪嫌疑人有一个刻画 我们认为 他的这个现场环境是相对比较熟悉的 因为他能够寻找他的这个房子 通过房底 通过这个小房间 通过那个孔 用绳子掉下来 通过这个情况来看 现在环境应该相对熟悉 二一个呢 我们判定 分析判断 那个人比较瘦小 因为从那个洞口 那个大小来判定 如果一个胖子 肯定下不来 那么当时分析应该是一个 体态比较偏瘦的一个人 警方认为 一个位置偏僻的小山村 犯罪嫌疑人能够准确地从天井进入房屋 实施犯罪 必定是熟人作案 针对这一特点 警方对案发现场周围展开了排查 把他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 以及他的那个周围围的重点关系人 作为一个我们当时走访 调查的一个重点 重点排查和这个两个使者 有特殊矛盾 有重大关系的这一些人 作为我们重点 警方立即对资者夫妇周边的几乎人家 进行走访 但走访的结果并不理想 周边人家都是他一个家族的人 他和他家族当中的兄弟 就是说他家族当中的人 相处得非常非常好 侦察员随后扩大了侦察范围 重点排查与死者叶某熟悉 并有可能实施犯罪的可疑人员 很快隔壁村庄的卢某进入到警方视线 相邻可能就是两三公里 周外另一个叫罗某的人有矛盾 他和他的弟弟曾经在他们那个地方 那一条小街上发生过打斗 根据警方调查发现 罗某现年37岁 李懿 住在距离死者村庄不远的另一个村子 曾经与叶家关系很好 并与死者叶某的堂妹谈过恋爱 但没过多久 两家就发生了矛盾 陆某就和那个死者的堂妹交往 耍男女朋友 后面这个叶家就不同意 这门亲事就和那个叶家发生了这些矛盾 然后两个人之间就有些隔阂 有些矛盾 然后有扬言要去报复这个男死者 在对罗某的社会关系进行秘密调查时 侦察员发现 罗某的脾气比较暴躁 当地的脑背心都比较怕他 表面上对他关系很好 事实上心里边都防着他 所以说我们当时也把这个嫌疑对象集中在陆某上 据当地村民反映 卢某在与叶家堂妹分手后 叶家堂妹就离开了尊义室到外地打工 而卢某在与其分手后一直单身 并对叶家怀恨在心 多次扬言要报复叶家 很快 侦察员就将卢某传唤到公安局内对其询问 而卢某却失口否认自己与这起凶杀案有关 案发当天 卢某和他一个朋友下乡打溺去了 到晚上 很晚才回家 他之前就是说 在附近养了一批羊子 回家之后把羊赶回家 赶回家自己弄饭吃 吃了之后就看电视 然后玩一会儿手机之后就睡觉了 卢某声称 放羊回家之后再也没有出门 周边邻居随后也证实了这一点 侦察员在仔细分析卢某的活动轨迹后 很快排除了对卢某的怀疑 此刻 调查宁龙省来源的侦察员也反馈回了新的消息 我们把当时凤阳县所有乡镇 我们都发动起来 去找这个乡镇 后来没有 然后我们又扩大到周边的县 也是没有 那么最后我们就到了 至于尊义市的两城区 也找了 类似的绳子有 但是同类型的这种绳子没有 案发后两天的时间内 侦察员在尊义市城区 包括周边县城所有的五星店 就案发现场发现的白色尼龙绳进行查找 但是没有发现与案发现场材质相同的尼龙绳 中安组分析 这条绳子很有可能是从外地带回到尊义的 究竟来源于哪 则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 而且调查难度非常大 在自着周围村庄的排查 此时也没有任何进展 凶手犹如影子藏入夜幕中一般 无影无踪 按照我们这个侦察破案的这个惯例吧 这个破案有一个黄金七天之内 这个案件到了第三天 也就是12月11号了 已经过去三天了 当时我们就是说 在我们身边的所有的重点关系人都一一排放 发生在尊义市凤刚县老村的命案侦破工作 已经进入到第四天 所有可疑的线索被警方一一排除 中安组面对困难 没有放弃对案件的侦查 除了进一步对周边村庄的排查以外 他们把希望放在了宋检的尼龙绳上 因为到目前为止 唯一还没有得出结论的 就是被宋检的白色尼龙绳 偏僻的山村突发命案 警方勘察 天井里一条垂下来的绳子成为重要物证 DNA检测锁定侦查方向 中安组迅速追踪 犯罪嫌疑人能否落入法网 绳子上的证据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12月7日 贵州省遵义市凤刚县卯村 一对众人夫妇被人谋害的家主 警方勘察 一根从天井里旋垂下来的白色尼龙绳 成为重要物证 命案的发生 给生活在大山深处的村民带来恐慌 遵义市公安局组织警力调查这起命案 然而四天过去了 前期排查的科医人员被排除 案件侦查工作进入僵局 办案民警把希望放在了 遗留在案发现场的两节尼龙绳上 很快 尼龙绳的检测有了结果 这两个绳索上面剪出了一个不同的两名男性 而且都不是那个死者和他的家里的那个他儿子所留的 好另外呢在那个死者 男死者的那个指甲缝里啊 剪出了那个微量的DNA 然后这个他又和那个房梁上面吊着的这个男性 他又是同一个人 而当警方对绳子上的两份生物检材进行独一比对时 又有了新的发现 跟着我们这边呢 又进一步的对了一个吸引染色体 就我们长生的那个YSTR的这个进行检验 就检验后的话就发现 然后这个YSTR它是相同的 染色体是人体细胞核中在有遗传信息的物质 主要由DNA和蛋白质组成 正常人有23对染色体 其中22对染色体被称为常染色体 而第23对染色体被称为性染色体 则决定着人的性命 贵州尊医警方检测出的YSTR性染色体相同 也就说明两份生物检材来源于同一父亲 由此推断 白色尼龙绳上检测出的两名男性 存在着血缘关系 出身于同一家族 这一发现令检测人员非常兴奋 随即对另外22对染色体进行分析 就像平时做那个亲子鉴定 它是在看一种那个遗传的关系 那么就是这两个检出来的未知男性 那么我们看了一下它总共的16个位点里面 它是有三个位点 它是不具备遗传关系的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所说的一个标准 达到两个以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它的父子关系给它排除掉 在排除这两名男性的父子关系之后 面对绳子的DNA生物检材 就有了唯一的结论 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亲兄弟的可能性 那就相当大了 DNA检测报告显示 发生在尊医市凤刚县某村的命案 其进入到中心现场的犯罪嫌疑人 是一名男性 而且这名男性还有一个亲兄弟 当检测报告放在专案组面前时 所有人仿佛看到了侦查方向 有些兴奋 那么这个消息来了之后呢 给我们一个感受 非常高兴 好像给我们打了一阵兴奋剂 专案组结合DNA检测报告 针对案发现场较为偏僻的特点 对周边山村进行血氧采集 重点排查 家中有两个亲生兄弟的家庭 之后我们就针对这个DNA 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工作 对周围的村庄 乡邻的这些乡镇 进行了大量的排查 抽取这个样本 进行DNA比对 当时应该是后面有190多个的一个血氧 需要我们用那个YC来排除 来那个确定他的一个方向 确定他的一个家族嘛 与此同时 专案组进一步扩大 对死者身边关系人的排查范围 一桩命案 逐渐有头绪 偏僻的山村 突发命案 警方勘查 天井里一条垂下来的绳子 成为重要物证 波云渐日 DNA检测 确定侦查方向 铁证如山 犯罪嫌疑人 最终浮出水面 绳子上的证据 偏望栏目正在播出 2014年12月7日 贵州省尊义市凤刚县卯村 一对中年夫妻被人谋害在家中 尊义警方从现场的一条白色尼龙绳上 提取到两份生物剪裁 通过与案发中心现场的DNA比对 重新调整了侦查方向 重点排查 家中有两个亲生兄弟的家庭 我们对这个信息的保控 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后来我们就针对 在这个 死者的亲人 朋友中 来选择一个一些 青壮年 作为我们的一个侦查对象 我们当时考虑 那个人 有可能 是这个 死者的 孩子的同学 朋友 这么一个圈子 专案组针对这一目标人群进行排查 很快 一个新的线索 反映上来 根据我们的排查 得到一个线索 发现 死者 女儿 之前的一个男朋友 家里面 有兄弟娘 符合我们当时 这个DNA鉴定的结果 两个弟兄 这个年龄全是不大 当时我们 我们也感觉到 有可能 是一起做案 经调查 死者女儿的前男友 姓陈 现年22岁 没有固定工作 家中有一个19岁的弟弟 正在上中学 侦察员通过对陈某 进一步秘密走访调查 发现 陈某的父亲 去世较早 母亲带着兄弟二人 在遵义凤刚现场生活 经济较为拮据 但近些日子以来 陈某的消费 出现异常 在案发的第二天 他就到一个手机店 买了一个新的手机 然后请朋友吃饭 喝酒 大把大把的钞票 按平时来说 陈某是非常 在经济方面 还有差别人的账 经济方面是非常极据的 对 他生活方面非常繁长 然后最后我们知道 他还给了他妈妈把 他妈妈把行为盐 我们对他的这个嫌疑 更增加了 种种迹象表明 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但侦察员还没有充分证据 证明陈某就是杀害 叶某夫妇的犯罪嫌疑人 为了不打草惊蛇 侦察员开始从侧面 查找与陈某联系密切的 关系人 我们当时考虑 有没有第二个人在现场 有没有是不是他的兄弟 或者是他的朋友 那么后来 我们通过一些秘密手段 当时就发现和他 玩得比较好的一个人 在案前 案发之前和案发之后 通话比较频繁的这么一个人 经过核查 侦察员发现在案发前后的两天时间里 陈某与一个无姓男子联系频繁 专案组判断 吴某作为陈某的朋友 很可能对案件知情 我们了解这个人是在当地的一个洗澡城 当服务员 那么当时我就当了两名侦察员 就赶到了这个洗澡城去 当侦察员亮明身份 向吴某询问 是否认识陈某事 吴某很配合的 说出了近两天来 陈某请他和女友在外消费的情况 他就给我们说 当时当天就是陈某 请他吃饭 还没了一台新手机 身上还有伤 好像是胸部有伤 抓伤的痕迹 他问他怎么受伤的 陈某跟吴某说是骑车 骑摩托车 掉进这个路边的那个经济里边去了 水伤的 吴某反映的情况与警方的调查没有太大出入 然而敏锐的侦察员觉察到 吴某似乎隐瞒了什么 几番询案之后 吴某的身体开始颤抖 全心在滑倒 当时我心里想 也好了 可能有情况 经过对他细心的工作 对他进行开道 最后他给我们讲了真话 他就说 在案发之前 这个陈某曾经约过他 要他和他一起去到齐献金 最后他这个朋友没有答应他这事情 然后陈某自己一个人去了 案发后 吴某发现 陈某胸前多了一些伤痕 但陈某只说与被害人发生撕扯 并没有道出杀害叶某夫妇的实情 最后 侦察员秘密查取了陈某的生物剪裁 经DNA比对 确认 与案发现场白色尼龙绳 以及死者身上提取倒战 犯罪嫌疑人的生物剪裁相吻合 至此警方确定 至少陈某是杀害叶某夫妇的凶手 那么陈某的兄弟 是否也参与到这起凶案中呢 警方意识还无法完全排除 事不宜迟 2014年12月11日 警方秘密潜伏在陈某住处 准备深夜实施抓捕 抓的时候 两个兄弟还抱着睡着 睡着了 然后把人 我先看一会一看 是陈某本人 然后在他的衣服兜里面 还把他兄弟的身份证 他本人的身份证 一起找到了 最后当时我们还感觉到 这个陈某 已经准备有想 利用他兄弟的身份信息 准备外档 陈某被抓获后 弟弟也随后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 侦察员很快就排除了 陈某弟弟的作案嫌疑 接下来 警方对陈某进行了突审 在法律面前 陈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陈某交代 由于手头缺钱 就想起了前女友 叶某的父亲 在犯犹期间 经常随身携带 几万块现金的情况 他遏制不住 偷钱的念头 于2014年12月7日晚 从家里拿了一根 兄弟两人平时使用的 尼龙绳 偷偷潜入到义某夫妇家中 就是作为客户 也是想 带两个 一家不住 然后就 就去做这个事情 在翻这个爷们的衣服的时候 爷们发现 发现了之后 然后双方发生打斗 最后这个盗窃 转变为强奸 最后到此 他两夫妇就 死在一个卧室里 你出手 他们跟你走 去哪里 别打的 作案后 犯罪嫌疑人沉默 为了掩盖犯事实 将床单点燃 制造现场假象 并将从天井 悬垂下来的 用于作案的 白色尼龙绳 截断 将剩下的另一截 扔到灶台里 企图焚毁 但由于天色大亮 陈某并没有 顾上点火 就匆忙逃窜了 回到凤刚现场后 陈某经过一番 异常的消费 正准备 外出潜逃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尊义警方 仅用了几天时间 就追查到了 他的行踪 后来案件 侦破以后 我们对他进行审讯 他那个 父亲去世的早 都是他母亲 把他两兄弟养到 他这个钱 拿了以后 一万多块钱 拿了以后 我印象中是 给了他母亲 八千块 然后他自己去 买了一个手机 买了一身衣服 然而 令人遗憾的是 犯罪嫌疑人陈某 并没有依靠 自己的双手和劳动 来换取报酬 而是选择了偷窃 最后投掷 犯罪升级 这起案件 再次警告那些 想要采取不正当手段 和违法犯罪行为 剥夺他人财富的 不法之途 幸福生活 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 去获取 任何犯罪行径 都逃脱不了 法律的制裁 等待犯罪嫌疑人 陈某的 也必将是 法律的严惩 边境小城突发金店结案 百万黄金被人抢走 多警惹人动 第一时间发现嫌疑人行踪 狗急跳墙 嫌疑人逃出深山 隐秘踪迹 无昼夜不停追击 嫌疑人无处顿逃 百万黄金 象山记 天望南部 近期播